江省政府宣布今年內 將會額外撥款1億5千多萬元 加強家居及社區護理服務 減少病人在醫院輪候治療的時間 給原有的承諾再多了1千多萬元 最後記者笑好見 副省長兼衛生廳長葉麗雅 在列治文山一個社區中心宣布 省府將於今年之內 會額外斥支1億5千5百萬 用於加強家庭及社區護理服務 在增加家庭及社區護理服務 我們會保持患者 在我們醫院在醫院中花費 在醫院中使用於醫院和家庭及社區護理服務 我們會保持醫院的床床 會讓人需要他們的需要 新的撥款會增加個人護理支援服務 180萬個小時 增加護理人員49萬次的護理探訪 以及10萬次治療探訪及社區服務 包括家務協助、日常線食、交通及護理人員支援 事實上省府在本年度的預算案 已經承諾提供1億2千4百萬的家庭護理 以及2千萬的社區護理 現在為家庭及社區護理提供額外的1千1百萬撥款 令到投資總額達到1億5千5百萬 新時代電視記者 邵浩賢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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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期見到